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产生新一届的领导机构 前中国国台办主任 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军 今天被推举为中国海协会新一任会长 龙明彪为常务副会长 孙雅夫李亚非仁旭任副会长 张志军致辞时对海协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 包含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在学懂弄通做时尚下功夫 二是要积极配合大局坚定维护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第三点要丰富工作手段 结成服务两岸同胞 四要努力开拓创新 积极推动两岸同胞的交流交往 最后要加强自身建设 推动理事单位在对台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年65岁的张志军 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随后于2013年 接替现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出长国台办 他在今年3月当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随后出任人大外事委员会排名第三的副主任委员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